话说的蜘蛛精抓住唐生后并不打算吃它 而是想和他结为夫妻 于是对唐生百般诱惑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唐生 而是由猪八戒变化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还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 在一个满是蜘蛛网的洞穴里 七个美丽的蜘蛛精正在跳舞 不错 他们跳的正是牵手观音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这种穿衣风格是非常大尺度的 更别说跳舞拍电影了 另一边 唐生师徒四人一路悉行 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磐斯岭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女妖精的耳朵里 为什么他们能如此迅速的得到消息呢 原来他们拥有一个红色的魔法水晶球 能观测到唐生师徒的一举一动 看到如此眉清目秀的圣生 蜘蛛精们都动了烦心 由于他们之前没有见过男人 甚至都觉得猪八戒也非常可爱 然而抓唐生却不是件简单的事 毕竟有齐天大圣的保护 既然正面不行 那就自取 于是为首的妖精大姐 进行策划了一场捉唐生的阴谋 首先让三个妖精 再离他们不远的三间嬉戏玩耍 这猪八戒本来就好色 再加上耳朵大 对于女人的声音非常敏感 循着声音就找到了几个女妖精 和他们来了一场情歌对唱 女妖精见着猪八戒已经上钩 就赶紧逃跑 猪八戒哪里肯错过这样的好事 就在后面一路为谁 完全忘记了保护师傅 在跑到一片空地上时 和女妖精们戏耍起来 嗯 这个画面有点熟悉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部讲的西游戏 女妖精打算把猪八戒引到洞中去 随后便消失不见了 猪八戒见美女没了踪影 很是失落 就坐在石头上休息 哪知道 孙悟空变化成女妖怪的样子 狠狠地作动了一下猪八戒 并把猪八戒变成了一个树桩 随后偷偷藏了起来 等待妖精的出现 话说的几个女妖怪见猪八戒没有跟上来 又来到了这片草地 孙悟空即时现身 和三个女妖精打了起来 三个徒弟已经由两个徒弟离开 另外四个妖精赶紧去包围唐生 沙悟精也和他们打了起来 唐生非常害怕 就赶紧逃跑 这模样是如此狼狈 像极了原著里面的唐生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事 却遇到了妖精大姐 只见他手持白色的玉镜瓶 瞬间将唐生收入了瓶中 计划完美成功 开始撤退 沙悟精这边 女妖精丢了一颗类似扎弹的东西 成功脱身 另外一边 和孙悟空打斗的三只女妖精 打算离开时 却被悟空活作了一只 把他困在了红色的笼子里 看到妖精把师傅抓走了 孙悟空赶紧去追 在盘石洞门口和蜘蛛精打了起来 大圣不愧是大圣 武力超群 虽说的妖精众多 却依旧不是他的对手 这妖精大姐看打不过 就号召姐妹们吐尸 把洞口实时封住 不过这里要吐槽一下 蜘蛛吐尸 不都是从嘴里吐出来的吗 这里居然是从手上吐尸 要说这大圣虽然厉害 可对蜘蛛师却没有办法 一棒子下去被反弹开来 只能眼睁睁看着妖精 把师傅抓进洞去 这孙悟空呢 也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要么上天请菩萨 要么地下问徒弟公 这个版本也一样 只见他大声呼喊徒弟 令人没想到的是 徒弟公没来 徒弟婆倒是出现了 更奇葩的是 这徒弟公喜欢喝酒下棋 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了 这一点改变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从徒弟婆嘴里 他们了解到有一件法宝 可以破妖精们的蜘蛛网 但是具体是什么 这徒弟婆给忘记了 毕竟年纪大 容易健忘 无奈他们只能等到徒弟公回来 由于手上也抓了一只蜘蛛精 悟空料到洞中的师傅 不会受了伤害 但是关于找徒弟问法宝的事 却被这个小蜘蛛听到了 女妖精们得知这个事情后 非常害怕 于是就想到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能就被抓的小齐 又能吃的糖生肉 他们一起来到徒弟府 趁徒弟公回来的时候 扎晕了他 然后妖精大姐便做徒弟公的模样 回到了徒弟庙 并且告诉徒弟婆 只有霹雳烽火炉 才能杀死蜘蛛精 但这个霹雳烽火炉 在盘石洞里怎么办呢 那也不打紧 这孙悟空不是抓了老齐吗 只要他假装放走老齐 然后跟在他后面 就能进入盘石洞 这样不就得到了霹雳烽火炉吗 关于这一点 我也是一连懵逼 既然能进得了洞 那你干嘛还要去偷炉子呢 直接打死妖怪 救走师父不就好了吗 这土地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孙悟空 他们三个人竟然都觉得这个计色可行 然而故意放走妖精太明显 还得由猪八戒来 在假意的叮嘱了一番后 悟空和沙悟进便假装离开了 这猪八戒不愧是好色之徒 面对这美丽妖精的诱惑 自然抵挡不住 一步流神摔倒在地 一旁的孙悟空卖了个破绽 打开牢笼 没了束缚的妖精 立马持刀与八戒打了起来 这猪八戒哪里是他的对手 立马变成小猪 妖精抱起小猪迅速逃往磐石洞 这孙悟空跟过去之后 才发现是个陷阱 这回可到好 法宝没有拿到 八戒又被抓了 真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孙悟空也很聪明 假装恼羞成怒 拿身体往蜘蛛室上撞 瞬间变成一堆白骨 让妖精误以为他已经死了 妖精们果然中计 既然这孙悟空一死 沙悟进也不足为据 这下唐成肉可以放心的吃了 另外一边 被打晕的土地公也请了过来 两人一起找到了沙悟进 并且告诉他 只有太阳老君的青梅真火 才能破蜘蛛洞 等等 不是三梅真火吗 事实上 原著小说里写的是六丁神火 这里和八戒版的西游记都做了改变 三梅真火其实是红孩儿 在火焰山炼成的 说完之后 沙悟进便去找太阳老君了 可是这次又被这个红头发的头停倒了 没错 他就是蜈蚣精 只见他变身成另外一个模样 来到磐石洞的外面报信 原来他和这个老三是想好 孙悟空趁老三打开蜘蛛网时 变成鸟 偷偷偷溜了进去 在洞中 乌宫精把沙悟进去借七妹真火的事告诉了老三 一旦真火借到 蜘蛛精们性命难保 老三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姐 却被乌宫精拦下 妖怪就是妖怪 他内心更是狠毒 他声称会用剂骗取沙悟进取了真火 然后放火烧死其他蜘蛛精 和老三独享糖生肉 不过还是被藏在暗处的孙悟空听到了 另一边 猪八戒和唐僧被困在牢房里 眼看马上就要被吃了 这猪八戒关键时刻也是声明大意 他主动提出来要替师父去死 于是用法术将自己和师父换了身体 之后表面小妖精带走了 不过这次却不是下油锅 而是被带到了这老妻的闺房里 这又是怎么个回事呢 原来这老妻并不想吃糖生肉 相反 他被英俊帅气的唐僧给迷住了 想和他结为夫妻 最后便对他一番挑逗 不料关键时刻掉链子露出了猪耳朵 老妻见他甚至死肥猪吓了一跳 猪八戒对他持续纠缠 再说妖精大姐见到牢房里面的唐三丈 不见了踪影赶忙去寻找 孙悟空趁机变成了老二 把老大带到了老妻的闺房里 此时的猪八戒早已又变成了唐僧 老妻白口莫辨 被老大一见结果了姓名 之后将猪八戒压飞了牢房 得知自己的轻语受到了损害 唐僧的猪八戒和自己又换回了身体 磨成了半天 终于要吃唐僧肉了 滚烫的油锅已经烧好 猪八戒和唐僧随即被压了上来 众姐妹都说尽快吃肉 不料此时真的老二却跑了出来 和悟空变得老二站在一起 一时间真假难辨 要说的悟空也确实机灵 他使用了一些障眼法 让众位妖精重计 老大把真的老二推进油锅害死 而此时沙悟进正在盘石洞口叫骂 他借来了他让老君的亲密生活葫芦 此时孙悟空却出现在他的身边 这里可能会有观众问了 他不是变成老二在盘石洞里吗 那这个又是谁 事情是这样的 这无公斤和蜘蛛精老三 经过一番残眠之后甚至满足 临走之前 无公斤要老三去拖延时间 千万别让老大把唐僧祖了 而他这变成孙悟空的样子 去哄骗沙悟进的亲密生活葫芦 要不说的沙悟进老师呢 无公斤轻而易举的骗走了葫芦 随后和老三一起商量接下来的行动 哪曾想 真的无公躲在暗处 他趁机躲走了保护路 并把无公斤打走 随后便只奔妖精大殿 和其他蜘蛛精打了起来 为了将唐僧等人骗走 这老三又变化成观音菩萨的模样 把他们带走 这三人一路跟随信号的指示 来了一处道观 哪曾想 这里面的尼姑正是老三变化 在休息期间 沙悟进看到了红色的蜘蛛网 觉得此时必有蹊跷 于是带师傅打算离开 可刚出门就遇到了悟空 他说自己受了重伤 需要休息 事实上这个悟空 使无公斤变化而来 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老三变化的尼姑正在厨房烧水 而此时真的无公已赶来 真家美和王 打的是天昏地暗 从屋内打到野外 难分伯仲 这一点我得吐槽一下 前面说 悟空一棒子打掉了 无公斤五百年的道行 按道理说 无公斤打不过悟空的 而现在却打成了平手 无奈最后值得请师傅念颈步骤 师傅不忍心 假招念了一把 结果假悟空露出了马脚 随后三徒弟一起搭战无公斤 并最终将他打成一团血水 在这期间 老三又追了过来 带走了唐生 却被其他的蜘蛛精截胡 老三背叛了其他姐妹 当然不可饶出 众姐妹一起将他处死 随后将唐生再次带回了磐石洞 烧好油锅后 准备吃他的肉 而此时三徒弟用七妹真火葫芦 烧了洞外的蜘蛛网 闯进洞来 这些蜘蛛精非常惧怕七妹真火 瞬间被打得乱了阵脚 徒弟们趁乱救出师父后 便放火烧了磐石洞 直见天崩地裂 妖精们被埋在了山洞里 电影结束 试图几人踏上了细形的道路 等着他们的将是新的磨难 这是香港邵氏公司 于1967年拍的西游记支磐石洞 该公司共拍了五部西游系列 后面会给大家一一讲解 其中数这部的制作最为精致 和我们熟悉的八戚版相比 无论是从剧情上还是从特效上 差的都不是一点半点 这部剧的剧情实在是精彩至极 安排得非常巧妙 据说里面的景都是实景 另外我特地去查了一下演员表 第一部里面饰演孙悠空的 在这部电影里面也被更换了 对于这个版本的西游记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好了 本期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杨哥 如果喜欢点个红薪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